院長,我想首先本席先肯定 並且也支持你這個支持同婚的這樣的一個立場 我想相愛的人可以結婚組成家庭 這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也是台灣一種多元社會的一個展現 但是您推出來的這個專法裡面呢 我想有幾點不足的 那今天剛好外交部長也在此 我想就這個部分 我希望院長可以具體來承諾並且來支持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接到許多的同志朋友反映 他們的伴侶很多是外國人 那這個外國人同婚的這個部分 在目前的專法裡面是沒有相關的規定 那事實上我認為這個部分是一個缺失 那在這部分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來做一個支持呢 那外交部這邊是不是還做一個配套 來去做一個相關性的一個處理 謝謝委員的支持 那行政院的案草案已經送到貴院來進行審議 所以我們尊重貴院的審議以及所訂定的結果 不過就有關同婚這個法案 我們都是依照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及公投的結果 不是 委員長我現在跟你談的是 實際上會發生的狀況 我先講一個剛才要異國同婚嘛 現在更多的一個現象是港澳大陸人士 要跟本國的同志做一個結婚 那目前我們相關的法令上 並沒有相關的規定啊 這部分我們沒辦法閃躲的 所以我今天就要請教你說 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政府到底是 approve 還是不 approve 我想相愛的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而對於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說讓同性的兩人有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 我們就從這個角度 至於法案裡邊如果還有什麼 問你一個具體的問題喔 那是不足的部分 所以現實狀況我們是會遇到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缺失 那我們是不是在政院版的部分 來去做一個修正 在我們黨團協商的時候 把這樣的一個問題把它給處理掉 因為事實上 不只是有台灣跟台灣的同志結婚 台灣跟異國的同志結婚 台灣跟港澳大陸的同志結婚 這個你沒有辦法說不要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你回去想清楚 那部長你是不是也做一個說明 謝謝許委員 有關於這個部分就是跨國的這個部分 的確是我們這一次的法案裡面 不足的部分 那我們來去修正好不好 我們外交部這邊已經主動在做內部的研究 希望能夠補足這一塊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回到外交的議題 做個外交總體檢 部長你很辛苦我知道 但是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國際局勢 你說不排除今年北京在把我們的斷交國 具體問一下哪些國家目前有狀況 教廷目前狀況怎麼樣 我想如果說單一的來說 某一些國家的話 這個對我們現在的這個處境 是不會有幫助的 但是我可以跟委員說明 就是說我們目前仍然是維持相對穩定的這些狀況 那教廷那個委員所關心的教廷 那目前的關係還算不錯 那周南美洲呢 周南美洲邦交國呢 最近這幾天教廷 我知道 那周南美洲邦交國呢 目前 相對的穩定 相對穩定 不是絕對穩定 相對穩定 所以是有一些風險 我們都在密切的觀察 yes or no 有沒有一些風險 是有嘛 我想那個不 不排除 不方便在這邊 那第二我問一下 那今年WHA我們有機會參與嗎 仍然是會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們仍然在聯絡這些理念相近的國家來積極做 好 我想部長你繼續努力 就是在各個方面 我們大家都希望這個參加四位這樣的一個會議是人權 而且我們可以貢獻很多 是不是再多努力一下好不好 那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當然也是非常遺憾 另外是 昨天我們知道RCEP達成協議 那這個東協10加6已經都已經簽署發表聲明 日韓都跟進 整個太平洋島鏈為什麼只有台灣沒有 部長你可不可以做個解釋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如果說日韓 先不要講韓 日如果跟我們友好的話 為什麼我們RCEP沒有進去 我想有關有RCEP 委員應該知道的非常清楚 就是說中國在裡面扮演過重的這個角色 那中國對於我們台灣的這個參加 有一定的這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我想其實我們全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這個條件是說一中原則還是什麼樣 還是說要錢還是什麼 就是剛剛委員所說的啦 但是就區域的這種經貿結構的這個安排 另外還有CPTPP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 就是說在避免我們一直在被區域合作上被邊緣化的問題 就…